美國佛羅里達州 一名嚴格的素食主義者希拉 只為她一歲半的兒子 吃蔬果和母乳 導致兒子嚴重營養不良而死亡 希拉和丈夫瑞安 2019年9月 向警方報案指18個月大的兒子 失去知覺 救護人員到場後發現該嬰兒 異常虛弱 體重不足8公斤 就好像7個月大的嬰兒 而且手腳出現水腫 搶救無效 宣告不治 警方調查後發現 兩人另外兩名 分別3歲和5歲的子女 都有出現營養不良徵狀 警方指出 希拉的子女主要飲食包括芒果 香蕉 牛油果和紅毛丹 法院6月29日 裁定希拉六項罪名成立 包括一級謀殺 和一系列虐待兒童罪名 最重判處或面臨終身監禁 丈夫瑞安 就留在監獄等待審判